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卡视野拉扯对面 在EDG对战AO的比赛中 这里我直接放Mako的第一视角了 兵线刚出来 悠哉拉兵线为抢2做铺垫 Mako跟着A兵等兵线交汇Mako上去W消耗 利用草丛的视野差无伤换血 然后和悠哉处理近战小兵 近战小兵没了之后Mako进入前逃 而悠哉也跟着上来 Mako这里A辅助W弹AD之后不停的进草卡视野出草点AD 这时对面的丁真受不了了 硬上来点Mako 但是Mako反手W弹两个 泽力已经半残了 到这里下路对线就已经结束了 这就是职业选手的对象 太稀了 Mako的一个W还弹了三下 非常赚啊 利用下路换血 Uzai闪现躲Niko 阿闪 阿乐草丛续Q秒杀AD 在1滴G对面AO的比赛中 29分钟AO的泽力大失误啊 无视野走在最前面被阿乐Q技能击飞 Fofo 维可托激光一扫Uzai大招一射 泽力瞬间被秒 然后Uzai又用闪现躲了Niko的阿闪 随后开始输出 总舵主鳄鱼咬死Fofo后 杰杰波比赶紧大招捶走 随后猴子进场切Uzai Uzai噼里啪啦一顿输出 配合波比的B咚将猴子击杀 之后滑过来两枪又做掉Niko这波Uzai的输出拉满了 这里有些人说杰杰不该把鳄鱼捶走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这一波杰杰没啥问题啊 鳄鱼手里 可血Q技能都在一旦配合后取猴子的进场啊 没闪的Uzai是很难活的 千万别小瞧残血的鳄鱼啊 否则会吃大亏的 三 再续Q吗 续起来了 十球鱼直接被瞄了 阿勒这波直接逮捕我 而且卢仙闪出来了 没有被Niko怒放到 维格多被击杀了 但是卢仙还活着 小后这边还有个大道天空 卢仙这边Q没有Q到 但是波比的英勇冲锋把他解了尾 剩下一个Niko也没同体生活穿死 则晒鳄鱼一打三 反杀一人 震撼全场 在WBG队长TT的比赛中 23分钟 则晒在下路河道口被三人抓住 红子开大 机器出弓 则晒赶紧开大反击 私血赶紧可血回一口 然后红怒Q又回了一口 之后AE红怒W咬住机器直接反杀 今生之后一技能夺火箭再冲Niko Niko也赶紧把大招交了 这才将晒哥解决掉 这波TT是用了四个大招来杀则啊 不过则晒这边的操作太冷静了 赖头的一枪拿到人头 而下半区德赛这边一个打三个 反杀一个 回身怒放下来 德赛卡不住了 但是已经是不亏的一换一了 中路兄弟可以直接上高地了 紫卡鳄鱼恐怖至极 残局一打四 反杀两个在ING对战BLG的比赛中 22分钟 嘎啦这边被牙膏闪现开了 还好反应快 进化闪现狂风一通按 重攻跑掉了 不过泰坦就没这么幸运了 被艾奥克金克斯解决掉 后面S卡特和他战这场也被安德洛限制住 况且阿宾武器已经绕后收割了 然而TP下来的紫卡鳄鱼无比深勇 开大红怒W咬住艾奥克 艾奥克进化 紫卡一过来红怒QGAE将其秒杀 暗翼队友跑路 紫卡被晕住后直接闪现红怒W一个Q又击杀了一个 完善面的BLG上野紫卡 科学红怒Q各种回旋 但还是双拳男帝四手 最终被阿宾武器收下 这波紫卡鳄鱼真的尽力了啊 主要AMG这边的话 动手了 闪现的大招 进化跟黄冲全交了出来 白手一个绿刀大招 命中两个人 在前面的话小狼已经被处理掉了 今次跑了起来 往这边游龙游了一波 一丝血出来了 冰哥来了 冰哥直接切掉了嘎啦 这一波由高子哥的一波闪现突起打开的局面 哇 中西的艾尼 但是紫卡这边好在打 紫卡就打了鱼 真的在游龙 但是这一波是火的控制 闪现W 转Q 紫卡再收一个 在旁边的话这个猴子 两个Q技能 可取再回一口 猴子可再回 但是冰哥打扫了战场 哇 这一波紫卡真的是拼了老命啊 击杀掉了两个C位 不然这一波的话 BLG大龙游了 阿宾鳄鱼神仙一打三全杀 看着全场一片问号 在BLG队长LNG的比赛中 32分钟BLG大优势推进高地 紫卡率先被on的机器勾中 但是此时Skart的妖机光速两连彩打出了爆表AOE 牙膏被秒三人隐藏 嘎拉小炮立马开启收割模式 先是点死暴女 然后跳上来再收艾尔克 收下艾尔克再打出阿宾复活奖 此时就当所有人都认为BLG要大败之时 阿宾春哥起身 闪现W 咬住嘎拉 然后EQ可血再接L.E 就瞬间把LNG三个人全给杀掉了 这一幕别说我看傻了啊 你看看右下角其他四名队友的反应啊 都在为阿宾鼓掌啊 这波阿宾太牛逼了 冲哥甲的那一波 渴血加红冻Q 哇 全场知情 只剩阿兵一个人 那这样可以 提前恭喜标记2比0拿下LG了 我的天啊 节目的最后呢 各位看个老爷都懂的 别忘了给戴梦点个赞 关个住吧 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